正在福隆舉辦的國際沙雕藝術季 不只有國際的沙雕師的作品 也有台灣的沙雕好手 直接在這裡發揮創意跟創作 儘管是美雨季節 天氣有點不太穩定 依然吸引了大批民眾 來領略大地創作的藝術美 儘管天空偶爾會下陣雨 還是教不惜民眾前來參觀沙雕藝術作品 今年福隆沙雕藝術節以旅行為主題 台灣最高的101大樓 還有世界各國的地標 統統出現在浮龍沙灘 還有12星座區都讓民眾驚嘆 沙雕師的創作功力 那獅子做得很好 因為看起來很像有3D的感覺 不只如此 國內沙雕好手的參賽區19件作品 綠西龜 黃色小鴨 甚至是汽車統統入列 得到冠軍的是這一個 去埃及旅遊的喬巴 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day dream 然後就是做白日夢 因為在夢裡 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 然後藉由喬巴 然後帶我們到世界各地去 就是可以完成夢想旅行 我覺得它的刻度很清...很清...很清...很清潔啊 很漂亮啊 然後它的那個概念也很好啊 參觀人超多 就連卡通玩偶老皮和阿寶也來和大家同樂 觀光局東莞處統計 佛龍沙雕季第一個假日就有將近2萬人次造訪 預估活動結束將可以吸引50萬遊客 記者鄭人中 郭碧淳 新北市採訪報導